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还没做到三十七步 所以不要往下定论 再考虑考虑 再去决定自己以后要做什么 雷主委 夏春不是还有个粥口吗 我有信心让他们俩搭病院 要是我没做到的话 你随便惩罚 这个事情得校长拍板 要不这样 等校长出差回来再做决定 好吗 那下周他们周考能参加吧 行 正常参加吧 行 谢谢雷主任 我听说 方学跟故障的事 是你告诉你 你也不怕怕得罪人啊 得罪他们怕什么呀 你是好学生吗 他们不理解 你应该能理解吧 我是理解你啊 但是方学他们 也不是什么特别坏的 我不是针对方学 就算他不是方学吧 什么上学 远学 我都把他弄走了 大大哥 你是个狠人啊 怎么 你觉得我特狠 我以前是正华的 我还是重点班的 班里全是未来沉浸这样的人 学习氛围特别好 你来评评里 每天自习课 被顾上方学 弄得看不进去书 你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也蛮有道理的了 谁也不能耽误咱们学习 这是咱们最后一年了 走吧 看出去吧 走 好了 大家把东西都收拾一下 我们开始考试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好好考试吧 没考好 别赖着不走啊 说什么呢 你听不见 说就说 老师 他可能有小抄 你搜 老师 你看着 行了 你俩别瞅瞅了 你坐下 你这个有钱磕的人 被人怀疑一下 不是很正常吗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走 你俩干嘛去 我们出去磕 出去都做不了币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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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 再讨erver 再讨有消息 USD 再讨 consequ。